真心是什么? 真心理念,离开念头。 没有念头的时候,真心。 齐心动念,忘心。 你明白这种事情, 你就认识禅宗了。 禅宗修什么? 修真心。 一切识,一切处,不用忘心。 怎么个修法叫入定呢? 入定什么意思? 不起心,不懂念,不分别,不执着, 也看得清清楚楚。 听得清清楚楚,闻得清清楚楚。 样样都清楚,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这是用真心。 这就是佛,是心是佛。 佛就是心,心就是佛。 佛就是真心,心就是忘心。 佛就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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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就是不在书人。 佛就是真心当!!! 佛就是真心, 佛是真心。 佛就是真心。 佛就是真心的一个うla, 。 那我们六道方向の佛呢? 凡夫叫六道凡夫 包括二十八成天 都在迷 迷而不迫 随夜流转了 可怜了 夜什么 早夜造作 齐心动念造作 这叫夜 夜有善物 善夜 深山山道 卧夜 就入山土 卧鬼 地狱 住神 六道从哪里来的 从心向神 你要不想 六道就没有了 不想怎么 回复到自信 就是此地所说的 是心是福 你不想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动念 看一切法 听 听 闻 觉知 对 一切法 都不起心 都念 都没有分别 知识 好好好 那就是 观景上 这两句话 是心是福 这本来就是 是心 作福 是心是福 最简单的 说法 大家合同 就是 眼镜色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 是心是福 确定没有 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执着 这就对了 如果眼见了 看得很清楚 分别得很清楚 执着很清楚 妄想杂念 很清楚 这叫反复 所以 这两句话 最难懂的 是心跟福 大臣教育 修行的 总原则 总的刚领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眼镜色 见得清楚 耳闻身 听得清楚 鼻袖香 闻得清楚 血肠胃 也肠得很清楚 酸甜苦辣心 清楚 清清楚楚 没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就早夜了 就是反复了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地就是佛 所以 修行在哪里修 六根 在六成境界里的修 修 如如不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是 刺性 薄弱 薄弱智慧 你什么都知道 没有一样 不清楚 不明了 智慧 智慧是 自性 本意有的 不是外对来的 像开悟 开悟了 什么都知道 见到 听到 知道 媚介 没听 也知道 全知道 这修行 纲铃 这是要抓住 难 难在哪里 我们用旺行 用成习惯了 不是这一生 生下来就用旺行 不是 无量节来 生生世世 都用旺行 所以 旺行用得很习惯 真行有 没用过 这叫凡夫 佛告诉我 调转过来 不用旺行 全用真行 恭喜你 你就成佛了 凡夫跟佛 是一念之间的 一念觉是佛 一念迷了是凡夫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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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